今天是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开村的第二天 各国和地区代表团陆续抵达入住 今天来自南非 匈牙利 瑞士等国的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陆续入住成都大运村 大家对本次大运之旅充满期待 我们期待着能在这里结下友谊 去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新朋友 我也希望能取得好的成绩 并且享受在成都的美好时光 南非大学生射箭队的运动员们 昨天刚刚入住大运村 今天就前往比赛场馆进行适应性训练 运动员们高度称赞场馆的配套设施和场地条件 这个场馆真的太棒了 我曾经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参加比赛 但这里的设施可以说是最顶级的了 令人印象深刻 从今天下午三点起 本届大运会篮球 乒乓球 水球等项目的 28.7万张门票已开启销售 本次销售项目均采用电子门票形式 购票观众凭个人有效身份证员建入场 轮椅坐席及轮椅陪同坐席也同步开启销售 再次销售项目均采用电子梯